这样的 挺漂亮的 它这个是木瓜雪耳糖水 是7元的 只要我这个就是 椰汁桂苓糕 白海做不到 这些洋房 这些 鹤州直街 是有人住的 还要 上次在这边买完西洋菜 接着在这里买鲤鱼滑 回家煮泥吃 今天是买鲠鱼的 冰鎮黄鲜鱼 造型满分 造型满分 铁鱼锅 铁板铁鱼 这个要拿高一点 不是 射到它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五 我和老婆来一个很久都没来的地方 就是龙兔美市场 或者叫做铜福西这边 过来拍摄的 我现在所在的地铁站 就是凤凰新砖 其实是很近的 哇 这里全部都是电动自行车 摆放的地方 这些已经摆得好 有些好像这些 还会塞住这条路 其实也挺困扰的 我们现在走到这里是南沿路 大家看到对面那条路 平时如果我们去 比如说山远市场 如果要铁鱼这样计算的 上桥就是那里 一路回去 就可以经过江湾桥回家 至于这里 哇 全部都是共享单车 大家看到有三个牌子 摆得满了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有一集我们不是去南沙的 南沙当然没有这些 因为铁鱼也可以 就不会有这些情况 就算在街上怎么走 也不需要随时担心 身后有一部单车 或者电动自行车 阻止路各种 我们再往前走 已经是南沿路 或前边往左转 就进入龙兔尾市场 在里面最值得买的一件东西 就是马蹄膏 现在是差不多五点钟 小学生就放学了 最后清明节假期 因为有三天连续放假 星期日就开始上班 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猫眼的 我们还没尝试过 在这条路上走进去 一路走就会去到 学周直街的方向 这里还有一个养老院 这里还有小学 还是幼儿院 我估计是小学 这条河松就差点了 现在说明里面有市场 叔叔刚买完菜 这些应该是幼稚图 因为小学那些会有校服 这里还有一个民宿酒店 路客 没听过什么牌子 有人住的 这里叫做 康隆幼儿园 童福园区 这里就是海珠区 老城区的样子 分了两道 这里因为近童福路 童福路有很多骑楼 所以感觉也是很多 面前这种屋 而不是像到窗江那些 那么新的 好像回到沙远市场那些屋 可能是以前那些国企 那些厂房 又或者可能是宿舍 那样的 这边也挺旺的 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进来 在这里进去老道尾市场 这边有些屋 还有烟通 那个是不是烟通 不是那一条柱 但样子真的好像烟通 有很多旧屋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再旧也好 其实已经不见有烟通 这一样东西了 一楼複式 附近中屋 雄德亚远 就是先后 一千三百元 二十平方米 複式的 还有家装电梯 这些可能是以前那些宿舍的屋 这边停车也很方便 这样停在这里 单房 这些叫做 如果在香港 应该叫做劏房 公共厨资 650元 小朋友放学 最开心就是这样玩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爸爸来看就最开心 妈妈来看就快点花极 哪些才够 那条楼梯 像不像上个世纪 危楼 到这里有一条这样的街 这些全部都是停车位 应该都是业主自己做出来的 又有 这里叫什么 鹤鸣 蚂蚁 老婆说了蚂蚁 鹤鸣 鹤鸣 就是一只鹤 在那里叫 那条巷 奇怪 这些都叫蚂蚁 在对面 还有一些 叔叔在这里 在这里 前面那条桥 上次在那里吃糖水 是的 我们想去前面那里吃糖水 如果有开的话 又是很好吃的那一家 很便宜的那一家 就应该不吃 上次在那里 还有一位叔叔在那里 卖牛杂 转人钓鱼 真是胃外号 这些水质 行不行 叔叔卖牛杂 就在这个位置 但今天 可能今天未出住 吃糖水就是固定铺 前面的发廊那里 是的 如果各位观众以前 在这里曾经住过的话 我想进来这里走 现在变化都还不是很大 不会说拆掉那些屋 大家看看面前这些就知道了 还有很多这些有屋出租 这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糖水 没错 是变了来这里了 要什么 红豆沙 绿豆沙 5元 木瓜雪椅有没有 木瓜雪椅有 冬的有没有 有 给木瓜雪椅 我要桂林菊 6元 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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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馅 椰汁 椰汁 小心坐在路边吃东西 这里应该是新开的 之前在旁边 不过是否同一个老板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我记得之前那里便宜很多 是的 不过有一些吃都没所谓 我们可以叫便宜一点 红豆3-5元 我们叫了些贵的 这条河葱不是很干净 不是很清澈的水 但是没有异味的那些 比过我们有亲戚在东豪葱附近住 哇 当时嗅到不得知了 其实水质看上去的颜色差不多 这些会比那些 但是那时候又有二味 现在就没有了 那种叫臭蠔葱 这样的 挺漂亮的 它这个是木瓜雪耳糖水 是7元的 只要我这个就是 椰汁桂苓菇菱菇 百米 都在赞赏自己的糖水 够凍 对吧 我呢 就这样的 这个 哇 好硬啊 老板 輕輕切开过的 这样的 好硬啊 哇 哇 哈哈 筆不开 嗯 厚 好硬 但是不算很苦 嗯 超硬啊 也不是啊 那个椰汁过后呢 就是那些龟菱菇的苦味 嗯 清烈这个 老婆叫我试试它这个 哎 这个木瓜 试试雪耳 嗯 嗯 好硬啊 嗯 龟菱菇 嗯 哇 它是 木瓜呢 有少少结冰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这个椰奶 但是总之就是对 不够我这个好吃 嗯 这个就是清烈 我这个好吃 嗯 它那个呢 就適合夏天吃 他们可能想做的生意 客人呢 就是 早上上班 经过那些人 早上还有粒 嗯 到了傍晚呢 就是那些小学生 放学那些 有个木瓜 那里寫着 9元9而已 有个木瓜 那个湯粉米 起 凤陵桥 在河冲那里 很旧的 这条桥体上去 于我们呢 就 在这里过去 对了 马桥 嗯 这里来吃糖水 不过现在 变了剪头发了 市场呢 是 海猪基奇 一个呢 很本土化的市场 很有当地生活气息 不过呢 过于有本土化 就是 条路很难 简单来说 所以呢 所以呢 他们就需要改造 现在就改造中了 但是呢 不知为什么改造完之后呢 就改造 改造了很久 就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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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息呢 生活气息呢 全部都没有了 有狗在门口睡觉 又有些事多 又有好像面前 那些 那么旧的屋 在 廣州 其他地方呢 不会找到那么多的 即使西关 都不算太多 因为西关 现在少了很多人 有些五金店 有些屋 在这里翻身中 翻身完之后呢 那些 那些 古旧的气息呢 全部都没有了 好像面前那些 都还是青砖 改造完之后呢 就没有了 它不是说是加固 而是 有些呢 是翻身的外场 好像这些 但是 原先又真的很旧 那条渠呢 好像会流水那种 这些 它就改造不了 这些 这些 洋房 这里 鶴州直街 是有人住的 还要 最近 可能呢 五六十年代 留不到现在 这些屋呢 还是会有烫木笼的 好像这些 那样呢 在海珠区呢 其实不多 西关就有很多 这里呢 都是会有半户外市场的 但是它就没有 好像 回到龙津路那些 密集的 那些街坊市民呢 就 出来买菜的 所以来来这些 买菜呢 因为它是很大的 所以呢 四通八百的 少少像 回到长寿路市场那种感觉 大 都是窄 还有半户外的 以前呢 现在还要计划 生育什么 一孩政策的 现在 我大胆说 生育多少个都没有人理你 但是这里还写着 让昏育 新风吹进 千家万户 哎 现在肯生小孩很难得 有些呢 还生两个 我们很敬佩她 到我们老的时候 他们来交社保养我们 这边还有这样的 卖猪肉的店 哦 哦 那个 什么 看这个路牌呢 这条街叫 蘭花圆 就是打烂碗的烂 我也是第一次记得 在TVB那些 综艺节目 就是给四个路名 你猜的 给个蘭花圆 这个路名 你猜它是不是真的 你信不信是有真的 是真的有的 这条路是 四个车就进不了了 都进得了吗 哦 厉害 我试过在路口那里 看到有车入过 开始看到有人买菜 七星瓜 即是折瓜 两瓶 还有 虫花 生菜 这里有很多租屋 都是那些 如果在香港 就叫劏房那些 有些有独立厕所的 没有独立厕所 当然便宜一些 如果是 初来报道 在附近打工的 其实 租这些也好 六七百元 一千元左右 是不是 但是住就肯定没有住得那么好 因为洗手间也不是独立的 差不多到这里 又是卖鲁鱼 还有卖 那个 扣肉那里 这间店 之前都买过鲁鱼 挺好吃的 只要想的话 每一次经过都会买的 还有扣肉 二十八元 扣肉 买不买? 二十八元一碗 好吃的 上次 在这边 买完 西洋菜 然后 在这里 买鲁鱼鱼 回家煮 来吃 今天是买扣肉的 可以自己选的 放冰箱 对 不放冰箱 不可以 真的扣肉 这个动作就是扣肉 超美 对 对 其实上次一碗都没有 还有这些咸肉粽 六元一只 给了 又买了 我来买鲁鱼鱼鱼 老婆来到 会买扣肉 它是真的好吃的 老板说 原来她是妈妈做的 自家製的 这里还在弄路 挺合宅 再不来看 龙肚尾市场 就会变了样子 即是那些旧的风貌 没有了 这里是卖鸡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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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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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这些是很分散的 又有卖猫粮的 卖肉的 卖八爪鱼 但是这边突然间是住屋 但是有些又要改造中 有些是住人的 又继续卖菜 这些墙体已经脱落了很多 所以就要翻身 好像这一栋 还有住户在 不过我相信有很多都可能已经出租了 我不知道是否 这个叫龙道通筋 就是这里 通常我们会叫龙套尾 我都说过 我向一位长辈请教过 他小时候就住在这里 我问他究竟读龙套尾 还是龙道尾 他都说应该 他说他自己 小时候读龙套尾 在这里一定要养猫 始终旧成他肯定会多老鼠 一样还养两只 这两只很胜目 先我说他 他又看看他 那些青砖炉 是的 原汁原味 很古旧的 这些小时候也是那些士多 就算我以前小时候 在南姓冬里那里住 那些士多也是这样的 广告不同 当然 有水果泡各种 整天都想吃 创轻手工奶粉 一路没机会 晚点看看 天气热再来吃 这些人 明不清楚的那些 这就是浓套味 在广州如果再找到这样的地方 其实已经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西关也不是这样的感觉 因为没有太多人转 这些屋可能是危险的 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全部封住了 真的很够很够 我们快点去前面 那个卖马蹄糕的店铺 就在这里转过去 如果各位观众很喜欢吃马蹄糕的 这个真的要快 可能随时拆掉了 就是在这里进去 没有了 没有了 不知道走到前面看看 我刚刚还在说 好像还在这里 不知道是否 不是 前一点 再前一点 好像还在这里 不过我想都差不多了 还在这里 我还看到那个是 但之前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一个小食店 这里已经封了半边门去 你说它还可以做多久生意 真的不知道 就是这里 价钱 我们买什么 都是买马蹄糕的 每次走过都要买 这个今天没有千层那种 不过都没所谓 传统这种 这是马蹄 不是一层层那种 也很好 也很好 也很好吃 还有马蹄糕 很多 是一斤吗 一斤左右 一斤左右 差不多了 这些小食店 挺有味道 应激吃点 还有一只猫 它又看着我 有芋头糕 自己回去煎它 挺好吃的 过年时 吃过一次 一斤左右 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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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了 用刀切的 不像外面包装好一袋袋 两个糕 25元4号 至于它们 就是在看猫的睡觉 原来里面还有一只 就是自家制的 真的是自家制 这样 里面还有一只坐下吃东西 不过我们就不吃了 跟我上一次来的时候 我上一次是农日新年之前来的 真的很多地方都已经不同了 拆了房子 如果各位观众 近期有计划回来广州 而你又在海珠居住过 但凡你有曾经来过 浪土尾这裏 我觉得真的要快点来看 否则改造完之后 就像以前见到的那些 不改又不行 最糟糕的屋实在太烂了 倒下来摘住人 又不行 因为遲些下雨 下雨地基就松了 倒下两间 不知怎么办 现在已经五点半了 我们就打算回到同福西路口 找食物 吃饱饱之后 再带大家到处走 应该是之前去过的餐厅 路边大排放那种 好像叫肥衣 还是肥妹 我不记得了 总之坐在路边那种 我们打算在这裏吃饱饱 大条路封成这样 究竟只是封一部分 这门市是全部封了 这就不知道了 我之前来过这裏吃的 那个牛三星汤 陈超机 好吗吃见人见智 我就觉得不够那两间好 看看还有没有位置写 哎呀 全都没有了 好吗 我们又回到同福 哇 全都拆掉了 这样的 这样的 哦 还有没有饭吃呢 有 外场立面改造 在那里有的 还要有时间搞 在产品这里 哇 风味十足 第一 外面就做着外场的翻身工程 政府工程来的 餐厅里面就并不太大 啊 这么小啊 原来啊 真的好啊 幸好再迟一点都没有位置 二人桌得发酱啊 是啊 因为餐厅真的很小 一楼都还有位置的 但是呢 就吱吱一点 啊 哈哈哈 好 幸好还有继续做啊 啊 啊 这里最有名是什么呢 就是吃那些 冰镇黄线啊 冰镇凉瓜啊 又或者是铁板菜啊 那些这样的 那里有老城区 再往前一走呢 就已经是 嗯 啊 那个叫做 那个拜神叫什么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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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海塘纸啦 终于记得了 等等先 眼花聊天独餐 放时间啦 冰镇花前58 这个已经放进购物车了 那还有麦鱼仔 因为有它 肯定不会碰这些的 是吧 那然后还有很多小菜 椒盐九肚鱼 厉不厉害啊 上次我们吃过这个 芥味拌爽花仙 都是好吃的 还有这个 这个我忘记上次有没有吃过 这些 你猜到它什么味道 这些送走好的 还有纸包鸡 50元半只 纸包鸡 那个包包着鸡 应该是炸的 果汁猪扒 吊烧油龙 应该是鱿鱼 这些名字挺特别的 还有还有拌起潮豆豆腐 28元 炸的 炸的 再要田鸡蒜 八爪鱼 酱包 有菜有很多配料在这里 有个铁板上的 甚至乎在薯仔炆鸡 是够的小菜 我们吃什么 吃甜鸡 是吗 好啊 又有茶黄竹腸 这些煮得好吃 很脆 够爽口 还有 朱生腸 什么都有 麦鱼仔 我看到那些菜式大多数都是50元以下 经济实惠绝不贵 三个人来三个菜 两个人来两个菜 人均都是50出炭碗就可以了 就算这些是金蒜蛋黄蒸茄黄 38元 还有这个是夏天必吃的 我们算是吃过 这次应该不会吃的 想吃的我们已经看好了 这些菜式很容易驱进的 就是数码落单的 来来来来 第一个送上来的就是炒粉 星洲炒米 是新鲜月辣吃的 是 也有点饿了 星洲炒米 星洲炒米 但是它是没有虾仁的 但是也有很多鸡蛋 还有够香够锅气 试试试 如果没有虾仁以外 初有的都有了 我试试过漂亮的星洲炒米 味道会更浓 但是不会是这个价钱 还有它有九黄的 正宗星洲炒米有没有九黄 我印象中是没有的 咖喱的香味 香料的味 它也是有 而且我很喜欢吃炒米神的 像这些 是要有小散的 千万不要那么大 那么长 这些也好吃 之前不算很多 但是都是有的 好像这一样 所以米神下面放在碗里 会看到咖喱的融光 酸酸甜甜 夏天吃这些好 对啊 好可炒牛河 嗯 嗯 还有呢 现在只差少少九六点 然后这里已经满足了 虽然不大 但是都已经满足了 而且来的都是年轻的 我以为是我们的 但是很香 因为我已经想叫这个 嗯 叫做 虾醬仸 要算是遠的,走去陶宿西 可以試公園多了 需要23分鐘 不過也是一些旗樓來的 這個來了 哇,好厲害 噴煙般 哇 冰鎮黃扇邊 可以做完滿分嗎? 做完滿分 還有配檸檬的,稠一點 哇,特別好吃一點 是 爽脆的 是 試一下 這個是芥末醬油來的 這個肯定是煮熟了 是用了滾水拖子熟了 但就很爽口 好像在吃爽口的 三文魚士生 好吃的三文魚士生 你看 多厚 應該這麼說 它不是厚 肥的那種鮮 它是爽的 除了爽的 也有肉的質感 要點多一點 夏日而言 吃一下這味道是最好的 一不下雨 之前有幾集都跟大家說過 下大雨很煩 一不下雨就這麼熱 已經起了一個淡淡肉 超棒 大家看看 二十九攝氏 今天是幾多日呢 今天是十二日 沒錯 所以各位觀眾 以後想回來廣州遊玩 如果你未規劃 就想一想 除非你有要務要回來 如果時間有選擇 最好就是十二月初 除非你不發現 十一月就有少許現在 早上是有少許涼的 到旁晚 中午 都是很熱的 如果最好的時候 應該是三月底四月初 但是三月份 就經常會下雨 好像早排那樣 這個果熱不錯 怪不得 要大師傅專程送上來 熱點 最好的是這個 田雞煲 這個鐵板田雞 嘩 這個要拿高一點 不是借到它 都很多 它不是很大肉的田雞 那些通常會叫牛蛙 這些像是田雞 是嗎 摸一下你的手 要回去塗藥膏 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 這個田雞應該可以吃 放了一段時間 因為 鋼鐵板的部分 有少許焦 這樣 直鐵板菜 或者遮遮鍋 就是很難的 有少許焦 感覺上它放的糖 不算太多 如果放糖 再多些 它就會有少許黏著 即是 焦糖那種感覺 不是那些大舊肉田雞 是緊實一點的 還有很多洋蔥 但也算合理的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我猜兩至三隻都有 下日鹽鹽 是要吃一些重口味的東西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 可以喝水到 嘴巴就有淡味 吃一些重口味的東西 就平衡了 是不是 如果那些不漂亮 或者不新鮮的田雞 只有大腿肉 它是會一碰 或者一吃 等到後 它就會整條脫出 骨還骨肉還肉 眾所周知 大家知道田雞 知道是怎樣 都知道它跳得很厲害 它的大腿很厲害 它是會有很多根件 黏著骨 如果是沒有那麼新鮮 或者沒有那麼漂亮的田雞 那它是會 那些肉 和骨 是會分離得很快 它這個是不會的 它是 不是很大塊的 切得 好像這些小小塊的 對吧 我很怕那些 切到很大塊的那些 其實那些叫牛蛙 那些是要去吃 辣菜那些也好 那些就吃過鮮味 有一點點焦點 很飽 這裡就是餐廳的外場 現在正在做 老闆說 大概還有過半月左右 就完成了 也不吵 剛剛坐下 有一點噪音 後來有些工人都下班了 這個環節 我們會往事工的方向走過去 和福西那邊不覺得 剛剛才來過 這裡有很多東西吃 這裏 叫荔枝木燒鵝靚雞快餐店 即使它的碟頭飯 是用荔枝木燒鵝 不知道 這樣 這裡是同福西路 一直往事工的方向走過去的 又是那些 海豬區 老城區那種感覺 這裡有很多東西吃 行前一點 還有一個炸野的店 叫做炸家衣 我之前吃過一次 不貴 它的最大的賣點就是 因為我不是在這裏 附近長大 所以 其實對它沒有什麼情懷 但是我在社交媒體說過 很多在附近長大的 同學 就像我那樣年齡的人 其實對它很有情懷 是呀 老婆在說 我們上次吃的芥末 即是荔枝木 拌爽司 其實都好吃 上次吃過 沒理由又吃過 所以今次試試這個 各有千秋 其實 如果說到原汁原味 還有夏天 我覺得今天這個會好些 但是如果說到風味的話 我覺得那個會好些 不是騎樓 但是 都是這種合窄的道路 但是 這種合窄的道路有個好處 就是電動自動車不會產上來 已經算做得越來越好 他們會在下面這樣 劃開一條車道走 而且這條路因為夠窄 讓電動自動車上來 其實沒什麼意義 與其這樣不如走到下面 對面就是大名鼎鼎的 海珠區少年工 真的有些同學來 去少年工 因為現在很多 尤其是小學 減負 減負 即是他們不用讀書 讀得那麼辛苦 其實一小時就要放學 多了些課外活動 比如說打抬橋道 培養那些 體育方面的興趣和愛好 都是好事來的 節目夠多 來到現在這個時間 開始天亮六點半 已經開始看不到路 這裡還有很多巴士站 這些就是老城區 放工的感覺 我覺得作為一個遊客 如果回到廣州遊玩 其實我也說過很多次 就是最喜歡 應該是要最喜歡這種感覺 在這裡走 這裡是同福路 可以走回到龍套美市場 因為我走過一次 今天當然不走 我們繼續往前走 前面這個位置 就是炸嘉伊的小食店 應該叫做 但是大家如果想回來 找好東西吃 好像來到這些老城區 基本上就不會差 或者是中央新城 貴 還有可能會是一些 不是本地人吃的遊客菜 但這些是絕對不會的 比如好像面前那些 就是街坊買那些麵包 就算我們去到澳門 去到或者開屏江門 其實我們都是想找這種感覺 但是廣州老城區 人口密度當然是多些 終於來到這裡 就是炸嘉伊 它總有一個家字 來遠看就會看到炸衣 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吃 可能他們小時候就在這裡吃過 現在帶了一些小朋友來吃 很多人 裡面坐滿了 你們兩個吃不習慣菜 一個人吃成 你們兩個吃不習慣菜 好了 經過北遠 我們來到南武中學 那又是海珠區一個 歷史很悠久的學校來的 從應該是民國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已經出現了 廣州有一個很出名的粵劇 不叫名令 應該叫做編劇 粵劇的編劇 他在這裡讀書 說的是很久之前 民國的時候 還是49年之前 但是對面是新興的 這裡應該是宿舍 我猜而已 但是如果說到正正式學校 是這邊 還有宿舍對面 早幾年一次火災 應該是對面 應該是 他們說明 他們這間學校 其實以前是 不是 現在都會有住宿的 在市中心的學校 其實很少會有住宿的 各位如果回來遊玩的 在對面就是海堂寺 那些字面應該是讀銅的 但是我們就 說實際上是這樣 就會叫做海堂寺 其實是同一樣東西 怎樣讀法都沒有所謂 照字面讀也沒有錯 海堂寺 他讀海堂寺 是比較好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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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早幾天 拍攝了一支影片給大家看 是關於奔江東那邊的 那我講老城區 我不講爬州那些新城區 老城區之中 海珠區的奔江 就是豪宅來的 因為它是望到一線光景 很漂亮很漂亮的 幾千萬那些 幾百萬那些都買不到 望江那些 那些 但是這裡 就都是海珠區 但是呢 騎樓街 騎樓街便便便便便了 你看到幾千萬那些 七十萬嗎 五十萬都有交易 是啊 五十萬啊 真的啊 我寫着五十萬 我之前看到 大家可以從價錢都想像得到 一間一千萬的房屋 和一間五十萬的房屋 住居住的環境有什麼區別呢 是吧 肯定有很大的區別 是吧 這裡也是海珠區 海珠區又有新又有舊 而且我講的 奔江東那些 已經是不算最新的 爬州那些 最新爬州那些 是簡直是 好像有少少去了外國那種感覺 老城區就是這麼舊 前面這條路 寶江大道 打橫的寶江大道 現在一直往這個方向走過去 是可以去到寶江地鐵站 那邊是有月塵紀煲仔粥的 但是要走很遠 再來 這裡最出名的地標 還有這個 洪湖醫院 銷箱是很出名的 我們一直往那個方向走過去 一直走一直走 那就可以去得到 市宜公地鐵站 確實的 去市宜公地鐵站 是遠過回去 才是我們 同福西地鐵站 很多的 吃飽飯走一下 我們來到同福中路 也是很多騎樓的地方 跟先頭我們經過同福西一樣 都是很多這些騎樓 很老城區的感覺 跟南華西一樣 這裡都是會有些堂木龍屋 很有生活氣息 哇 麵包店 前行已經是洪會醫院 先頭也說過 再往前行 其實就可以去到 淺口市場 大家一直留意我們影片的觀眾 知道我們很喜歡去淺口市場 就知道其實 是整條線 就可以這樣連在一起 你們可能會留意到 我們為何經常去完淺口市場 後邊那段 究竟是怎樣去呢 就是先頭看到那些 這裡就是洪會醫院 疫情的時候 我曾經經過這裡 很緊張那些感覺 現在就什麼事都沒有 對面會有水果泡 再走前一點 往左轉 就可以進入到淺口市場 我曾經試過一次直播 經過這裡 很多觀眾都說 他們曾經在這裡住 其實始終都是那個 我不是海豬區長大 我不懂的 我只是在網上找到資料 說他們是1904年已經成立 說明很舊歷史 為什麼在附近 經常聽到救護車聲 是啊 救護車 他們進去醫院 趕著進去 是呀 搶救 急救車 在網上 紅類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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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说过有一个卖花生酥的店铺 有三间分店在这里附近 方圆不知多少麦 总之是很近的 这里又有另一个就是唇心饼店 这里好像是没有花生酥买的 其中这个应该是第二分店 冰花酥这里有 但也有多人排队 但花生酥和杏仁酥就要去暂口市场对面买 之前第一次吃 觉得很蒙语伦地 真的可以用这些词来形容 但可能真的出了名 很多餐厅都是这样 很多小食店都是这样 一开分店老板当然赚多了 又满足到想吃的客人 但是第一来吃过的客人都会觉得 好像和之前有点不同 能够又开分店又保持到水准的 其实不多 这间是其中一个 红记鸡粥 对面的美味鸡 和一些骑柳 对面的美味鸡很厉害 很好吃 很多间 刚才在暂口市场又有一间 它都是连锁式的 应该是 我估计应该是用它的招牌 然后拿货那种 但即便如此 都是好吃的 这个美味鸡 最后一个美食推荐就是这个 我是没试过 但是无论是社交媒体 还是是口口相传的各种 我都看过在它门口看过 这个叫做心记小食店 一直都是想试的 心淋的心 就做到晚那种的 隆逐新年时候 我曾经经过过一次 当时我不想吃 但是老板又休息 下次有机会试试 始终于1946 这边很浪漫的 这里 至于是原子呢 我不知道 都是吃饭的 现在这个时间都多人了 心记小食店 有粥 有煲仔饭 又有 又有 可粉的 腸粉都有 如果继续往前走 不要走那么越 就在那边转左 其实就可以去得到解放桥底 我们之前去吃那些 路边大排档 羊肉煲 那个地方 就在前面转左 就能到的了 好了 今集影片也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也是时候快点回家 现在差不多7点了 下集见了 帮忙分享影片给你的朋友 还有帮我点赞 记住了 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